喝算什么要赔点钱完了嘛是吧 结果这个被编了啊 当时西方媒体认为呢新加坡是非常的 这个非常的 啊 这个形象受影响了 总之那个词我就不不说了啊 但是呢我觉得新加坡的这种治安呢 安全这个社会的安定呢 跟这个严庆峻法还是有关系的啊 所以说新加坡你说是儒家治国 其实我觉得是法家治国 97年有新新兰人非法滞留 就是签证到西了 没有离开而是吸毒 一年接近编了三下 2014年呢这个事比较大 当时呢13年有个小印度骚乱 后来惊动了特警啊 这个尼泊尔兵所谓的孤家兵啊 因为警察已经控制不住局面了 回头我也几个照片晒一下啊 这三个人呢 这三个劳工呢被编了三下 同时啊 这个啊 这个被这个判了啊 这个应该是大概 大概两年到五年吧 啊这样的情况 14年呢又两个人 哎他没有吸气要训 10年这个小哥这个 哎涂鸦被编 他还好可能不看新闻啊 然后又去涂鸦啊 涂鸦之后呢 编打三下 几个月监禁啊 差不多啊 因为这个瑞士小哥是编了三下啊 这个关了五个月 15年呢 你看这些都有点非礼了啊 非礼相关的 所以说在新加坡非礼也是非常的严重的 这个工程师姓氏了30个男生啊 这是啊 这个性取向有点问题 30年监禁 编了24下 这也是很严重 24下是极限了 因为整个这是上线啊 这所以说是重刑了 18年呢 有一个挪威人啊 这哥们呢 非礼醉酒女郎 这如果是在国内应该叫解尸吧 是吧啊 这种行为啊 总之是解尸的行为 结果呢 在新加坡的结果是什么呢 一年监禁便打三下啊 你的屁股要开花 21年呢 一个英国老师 非礼未成年女学生 然后18个月监禁便打三下 咱们国内好像最近在闹什么 有一个 有一个是叫吴亦凡吧 是吧 号称是这个 啊 右肩还是什么强奸啊 这个目前还没有定论啊 这个 在新加坡很简单 如果这边成立的话 哎 等着吧 啊 监禁便打 然后反观说呢 你的非礼手段恶劣 必须判处边刑 以警校友 我这个词很好 以警校友啊 是吧 你不是有本事吗 是吧 我们这儿这个可以 这个 别人打你 是吧 啊 啊 这是小印度那年的情况 下次我有机会呢 给大家再讲一下 这个小印度的故事 好不好 啊 好 所以说我们的 边刑就介绍在这儿了啊 这个 在新加坡呢 还是老老实实啊 不要到事 这个 只要在新加坡的法律 非常的严苛 比如说 如果说啊 你在公共场合 如果是火人起了冲突 只要你掏出刀子啊 掏出凶器来啊 那肯定是要被接近的 毫无疑问啊 这个 呃 如果你又军火啊 比如说带个枪进来啊 带个子弹进来啊 那肯定也是要被接近的啊 你觉得 在这些夜店去死啊 这个骚扰一个女生 我觉得事不大啊 如果是啊 这个行为恶劣啊 那可能也是受编刑啊 好 那么这个就讲完了 下次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 小印度事件什么啊 还有这个 新加坡很多有意思事啊 这个 还有一次这个 很多有意思了 当然有些这个 新加坡的一些 呃 命案啊 一些碎事案件啊 这种啊 我 比较惊悚啊 我就不讲了 如果这个 要讲的话 肯定要放点 惊悚的照片 可能平台上也痛不过啊 所以说 我觉得今天这个 还是可以的 对吧 所以说的呀 记得啊 在新加坡要小心 不要去做这种事情啊 这么幸福在国内 没有什么 但是呢 在新加坡就要被 啊 打边 是吧 这个 你看 非理这种女郎 一年监禁 鞭打三下 是不是 非常的严重啊 好 我们今天的 这个介绍就到这了 这哥们 就是涂了个鸭 是吧 鞭打三下 是吧 这哥们挺帅的 还啊 这个后来这个哥们 德国哥们 没有学教训 啊 继续干这事 一样啊 就是挨边了 好 今天讲到这里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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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